受到豪胎的影響,奢侈未能提前出海南港的火焦粉 社群漫漫,不少的网友都有影響相关的商品才是压批 能到期待,那上的民众争以成功 曾有那条火焦粉的美景感觉是很幸运 如果曾起上山主任,丢殷仁表示 因为曾豪胎在台湾担保,在西台湾 都会能看到清除火焦粉的景象 我平常就喜欢拍照,然后就会注意天空的颜色 看到有云多或是蓝天的时候都会去注意 有看到喜欢的就会拍照 然后就会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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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注意天空的颜色 看到有云多或是蓝天的时候都会去注意 然后就有看到喜欢的就会拍照 那昨天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就看到天空开始越来越红 所以我就跑到我们家屋顶去拍 台风前夕大概都很容易出现出生火烧云的现象 这个时候天空跟云都会是红色的 然后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喜欢 会特别在台风前夕特别到一些景点去等 会排出很漂亮的大景 那我是刚好在家里就看到了 所以觉得还蛮幸运的 张尾阿嬷在小军网站可以看到没有很忙 都有分享吸到火烧云的相片 在这里是缩时摄影 这一天去上山主人中映前的标识 因为张鸿胎位在台湾当兵 粉受到中央山梅走动 塞兵天气较好 一头更山就着到天顶的粉 这时候只有红色和感觉是的 可以通过大戏就造成那火烧云的景象 昨天10月4号 傍晚在西半部各地 都有民众拍摄到类似火烧云的现象 这是由于 昨天由于台风主要位在台湾的东半部 因此云气受到中央山梅的阻挡 而在中央山梅的西侧部分 天气相对晴朗 加上傍晚 太阳光从比较低的阳角射到天空中的云 这时候只有红光以及晨光可以通过大气 造射在云上成类似火烧云的景象 叠业要好吃 争以成功 想要较贵会所分的商品 等下风台买来时 可以随时注意天顶的景象 就有机会将美景起来 记者是不是张伯导